学生隧道今年两天发生了翻车意外 昨天有女驾驶在隧道内突然昏厥失控翻车 造成五个人受伤 而今天又有一辆从台北到宜兰送货的小货车 疑似是因为轮胎太老旧了 结果在南下出口处翻车了 而且距离昨天翻车的地方才不到五公里远 不过幸好这次的意外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小货车就这么翻倒 在国道五号上车上的机油箱落满地 现场还可以看到小货车紧急刹车 插撞路边护栏的痕迹 不对那个整个车子都会放动了 我就尽量我不能踩手刹车 踩死就对了 我就让他们慢慢滑行 还滑行就钻到那个护栏 然后就躺回去那个外车车道 意外发生在国道五号雪岁南下出口处 疑似车胎老旧这辆从台北要到宜兰 送货的货车竟然就这样爆胎直接翻覆 又货轮爆胎 车上面装满了只有机油 那个爆胎它就侧翻 侧翻就占用两个车道 所以整个车流有回堵到两公里左右 索性驾驶只有轻微擦伤 不过却让车流严重回堵了两公里 而且跟15号在雪岁内发生的翻车现场 距离不到五公里 让司机一想到心里就觉得毛毛的 我要驾驶我也是毛毛的 你往后驾驶也毛毛的 我也是烦恼烦恼的 我真的翻下去了 对 这样翻下去了 这一个车流都下到谷底了 索性当时车流不多 没有造成更多意外 不过也提醒民众 行进此路段 还是得要小心谨慎 民选黄福音 宜兰报道